说起梅艳芳,大家的第一印象就是她是香港的女儿,香港演艺圈的大姐大,作为香港娱乐圈的神话,当年她凭借独特的气质,大胆的舞台造型和强大的唱歌实力征服了那个时代的所有人。 梅艳芳扶一生可以用传奇来形容,她的经典歌曲数不胜数,她在19岁时就以一首封的季节夺得歌唱比赛冠军踏入歌坛开始了自己的星途。 在梅艳芳的一生,带来了无数个经典歌曲,《笑女人花》、《一生爱你千百回》等等,她的很多歌曲都是经典,不管是什么类型的歌曲,梅艳芳都可以突破多变,歌曲风格多样,是很多人心中的百变天后。 在1990年,梅艳芳创下了在香港连开30场个人演唱会的记录,梅30的名号就此打响,1998年获得了香港乐坛的最高奖项金针奖。 要知道金针奖自开办以来不是每年都会有得主的,颁给的人员也都是在音乐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人。 她不光会唱歌,还会演戏,人还长得好看,性格也十分讨喜。 再以后她又演了很多电视作品,每一个角色都是那么特别,而她也凭着自然的演技赢得了众人的喜爱,还多次获得表演大奖,甚至就连同行对她也都是夸赞。 梅艳芳能够有如今的名声和地位,肯定是离不开她的实力。 梅艳芳在影视和歌唱方面的成就,是许多人望尘莫及的。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优秀到老天都嫉妒的女子,却在各行业都正直辉煌的时候被老天开了个玩笑,她却被查出患上了宫颈癌,尽管她积极地配合着治疗,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从不怕吃苦的她始终奔走在治疗中,但是因为病情一直恶化,最后她只能够认命。 梅艳芳为了完成心中的音乐们,也为了给粉丝一个交代,在2003举行了最后一场告别演唱会。 而梅艳芳作为圈中的天后,她的告别演唱会也是众星云集,当时当红的明星也都参加了这次的演唱会。 可是当时她的状态非常差,因为化疗头发都掉光了,为了不影响形象,她只能戴上假发。 而她的经纪人也曾几次透露过梅艳芳在后台是完全撑不住的状态,但到了下一场表演的时候,她还是拖着疲惫的身躯展现给粉丝最好的一面。 就在梅艳芳最后一场演唱会上,她穿着洁白的婚纱对台下的粉丝笑着说道,我要嫁给这个舞台,并发自肺腑地说,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没有一场属于自己的婚礼。 事事难料,请在拍拖的女生们珍惜眼前人把握幸福。 在演唱会上最后令人动容,当时的梅艳芳已经是彻底支撑不住躺在刘德华的怀中含泪离去。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梅艳芳的婚纱里,还发现了纸尿裤,直到那个时候大家才知道她不仅仅只是带病上场表演, 她的身体其实一直在流血,但即便这样,她都没有放弃表演,还把最好的一面展现给观众,这样的梅艳芳着实让人泪崩。 所以直到现在,仍然有很多人非常怀念她,在大家看来,她就是人们心中相当有个性的女明星,而且又非常有才华。 但是老天却没有让她在人世间停留很久,这让许多人感到不公平,但是这大概是人生必须要经过的一段路程吧。